5月20号在林平保义宝马赛斯店 花了60万买了一张宝马X45 6月2号在东湖高架上面准备过来上排的 正常行驶途中 它车速突然较到30码以下 那个排气管功能声音特别大 先开始出现那个驱动系统 出现毛病 然后接下来就是制动系统 然后发动机故障灯准亮了 采访时 这辆车停在了杭州林平的宝义宝马赛斯店 门上贴了封条 许先生提供了一些照片 说是事发时拍摄的 屏幕上显示 传动功率已减低 驱动系统异常等内容 就是像踩刹车一拱一拱的 特别厉害 灯错 一直开到34店都灯错 34店用电脑销了之后 然后灯错比以前还要严重 故障嘛 现在都不让我看 肯定是变速箱故障 他说变速箱拆开 然后到底看是哪个区块坏了 我就跟他说 拆变速箱可以 你给我出个书面协议 如果变速箱问题 直接给我更换 他们不愿意 有顿错 对 问题 它是有这个现象 对 先做了一个电脑检测 需要进行变速箱的 有底壳的一个拆解 去确认它的一个问题所在 那故障码是检测出来是什么 故障码 它是一个 它只是一个提示 就是说变速箱 就是建议 比如说 就是变速箱这样的一个提示 那我们肯定是要拆解之后 才具体知道 比如说变速箱 是具体问题出现在哪里 它所提的所有的诉求 我们也是会按照三包法去走的 前提是我们确认这个问题所在 根据这版销法第27条 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 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之日期60日内 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内 出现转向系统失效 制动系统失效 车身开裂 燃油泄漏 安全装置失效 车辆自然 或者因其他质量问题 引起车辆失控 或者发动机变速器的主要零件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 家用汽车产品销售者 或者生产者 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整车更换或者退货 并依法赔偿损失 不可能的事情 我变速箱上面一个螺丝都不会让人动的 三大件之类的 我给你动了 这个我跟你怎么协商 对不对 变速箱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 我们肯定会进一步的跟那个公司协商的 现场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